在日常生活,邪恶之徒何时何地都有可能遇到 要教会自己的孩子基本的对人的识别能力 以及离开恶人小人的勇气与力量 如果这些东西没有学到,免不了就要吃大亏 香港名媛蔡天凤估计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本来好不容易加入了谭家这样的豪门 结果没想到,好日子却没过几年就惨遭毒手 只不过随着案件的进展,刚妹又爆出了两个最新的进展 首先就是屡屡报科的这个所谓的报态了 有知情人称为了给好友伸张正义,他准备出庭作证 其实蔡天凤这件事原本和报态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他不我们接受访问,根本没有人知道有他的存在 而蔡天凤的很多料基本都是报态报出来的 比如说蔡天凤是香港的名媛,为人很善良,经常献爱心 甚至还创立了慈善机构等等 只不过这是一码归一码,也不知道报态在五月份开庭的时候 会不会真的站出来 其次就是蔡天凤的两位老公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很不正常 据悉很有可能,现任和前任丈夫之间有着某些不太寻常的关系 甚至现任丈夫台某也知道不少的内情 只不过现在很多事情暂时不为外界所知罢了 过去的家闻老婆和兄弟好而已 更不可能养他离婚后的丈夫一家人 这家人跟他自己一样都爱炫富,又爱享受对吗 蔡天凤太爱出迷,又爱有钱有名望的上流社会出风头 才会遭遇到这样的恶毒家庭 如果蔡天凤有真正的在社会上做很有意义的不失行善积德 他应该会逃过这个劫难 但两任丈夫究竟把蔡天凤当成了什么才是最关键的 前任丈夫矿港制,把蔡天凤当成了提管机 现任丈夫Chris很有可能是借着蔡天凤的关系帮自己加息钱 一个妈妈付出了这么多,到最后得不到感激,还被附加加害 这个社会做丈夫的,还是认为女人付出理所当然 不认为自己有问题,这也让很多女性更怕结婚 回头下独手,不只是卖房子这么简单 想必想要远离前夫这家人 才让丧性天良一家人来个一不做二不休 毕竟在香港,如果你本身已经有房子 再买第二套房子时,就要付重税 所以好多人像蔡天凤,会用亲人挂名去买第二套物业 蔡和前老爷会有协议 将来卖楼后,前人会归给蔡天凤 由于所有钱来自蔡,所以即使前老爷将来反悔 法院人会将卖楼的钱派给蔡 前提是,蔡要向法院提告 如果他死了,那豪宅就完全合法地成为前老爷的物业了 因为合约是用他的名,死了的人亦不会向法院提告 做人善良用错地方真的步步都是错,看得好难过 人善被人欺真的是真实例子呀 而且他先人的丈夫为什么不登记结婚 就因为如此,害他让前夫一家人心生歹念 明明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真的替他难过 一句讲完,邝家之家人都是人面兽心,不配做人 养一只狗或猫都会对主人摇尾巴,代表他们对主人的感恩 俗话说天网恢恢,数而不漏,是真的 希望死者能安息 蔡巅峰事件最新进展,女方疑似和邝家联手,帮洗米花洗钱 蔡巅峰的悲剧发生之后,不少网友都非常心疼他 看过不少刑事案件,但是还真很少有这种一家人合伙谋杀一个人 还是以前的老婆,儿媳妇 邝家这家人真是人面兽心,情瘦不辱 女孩子单纯把房子当时过户到南方爸爸名下了 这就以后存在隐患,而且蔡天峰又再婚了 前夫一家肯定有想法的 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经过港媒的多日追踪 这件事又有了暗中案 毕竟大家可以想一下,就因为过户一套房子 邝家就下这么大的血本,非要是蔡天峰于死地 是不是也太超出一般的常理认知了 根据港媒的说法,蔡天峰和邝家 疑似联手帮助洗米花洗钱 原因也是有三条,而且都是可以考证的 首先为什么邝家要去杀蔡天峰 根本原因就是邝家洗钱的时候 已经把这套七千万的房子给抵押出去了 而蔡天峰突然要卖房,显然会断了框架的金流 双方写商不一致,才导致后面的事情发生 其次,蔡天峰本人真正发迹 是在嫁给了现任老公谭某 只不过谭某的房产,公司,蔡天峰居然都在其中有产权和股份 相反,谭家的独子Chris居然啥都没有 媒体称,大概率谭家是想让蔡天峰承担所有的风险 而让自己家的孩子只剩事外 一旦有问题,蔡天峰自己扛着就行了 最后一点,蔡天峰的几个闺蜜和洗米花的关系都不一般 甚至其中一个闺蜜,还是现在太阳城老总的外事 而洗米花是个什么人,大家都一清二楚 正所谓人以群分,这么多人和洗米花有关 蔡天峰自己估计也很难置身事外吧 当然了,这些都是表象 嫁个穷男人,因为前而被杀或者被家暴的风险较大 相对来说,门当户队甚至高攀一个富男人 风险会小得多,安全系数大大增加 蔡是不是纯粹工具人 他与前夫一家的矛盾主要还是财产和经济纠纷 财忍杀害的事实是改不了的啊 其实蔡天峰本来姓云 中学的时候改姓蔡跟继父姓 他中学小学都读的普通中学 所以说跟前夫十岁就认识,应该是假的 他和前夫结婚之后住的红看黄浦花园 是一个很旧的普通中产小区 也不符合他有钱人的人设 16年和现任在一起之后 才开始在社交平台上活跃 至于所谓的名媛人设 估计也是为了以后洗钱刻意打造出来的吧 当然了,蔡天峰跟后爹的时候 家里有钱了已经 后爹也是后面发起来 原来是开麻将馆,捞片门 后来去做工程,然后才发家的 矿球知道蔡家有头有脸,也有钱 就讲让结婚 婚后是蔡出钱租的那个屋 18岁姑娘零花钱也就这水平 黄金诈骗,也是矿球操纵他儿子搞的 事发以后,南方被保释 矿家让蔡帮忙他跑路 帮了以后蔡慢慢看清人 加上知道他们家的丑事就离婚 蔡家谈价本来就都是爆发户 只能说这三家人之间的关系 肯定比大家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只能说蔡天峰在这件事上并不无辜 但是落到这么个下场真的是挺惨的 希望警方能还他一个公道吧